问体育用品股价 问2331和2020 即是里宁和安踏 是否可以翻炒呢? 他说最近有多些人说 他没有货的 想找机会买 两只一起回答好吗?Thomas 其实两只来说 有少少股价表现不一样 以基本面来看的时候 相对上安踏会比较看高一线 但如果以话题的炒作性 会比较多 那里宁就会比较好 所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就看大家希望是一个短线的炒作 还是有机会持续两三个月 可能基本面的着重性会比较高 如果是话题性炒作 应该买里宁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介乎84-86元之间 来考虑吸纳 上网暂时可以看介乎95-98元 至于安踏来说 现时股价走势还是比较弱一些 我相信可能看多两三个交易日 如果见到不失手135元 才考虑吸纳就会比较好一些 上升时的力度有机会比较慢 不排除短期介乎150-155元之间 这个阻力会比较大一些 请个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